在世界上中国人是最有理由了解日本的 它可以成为最强势的了解日本的一个民族 最重要的是文化 文化是什么呢 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有文化 日日早館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日日は日本専門の高級文化雑誌だと聞いています 日本をどんなふうに捉えていらっしゃるか分かりませんが 日本は今でも市場のお客様の質の高さというにおいては 世界有数の国の一つだと思います その日本で育ったデザインやアート、音楽、文化的側面の情報が この日日を通して中国の皆さんが情報として得られることは 大変我々は嬉し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では皆さん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大家好,我是唐宁教 很高興自热这本雜誌在内地参考 実は日本文化的时候 我觉得过去的習慣不是太清就是太重 清的时候就是大部分从消費角度来讲 日本的流行文化 但是中文的时候就可能是从政治历史的立場去探讨中文化 但是中国的内地的城市慢慢的都市化 城市化的国情内面 日本作为一个高度精子发展国家 我觉得还有很多的不同的范畴 可以让我们去对焦啊参考一下 我相信这本雜誌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角度 让大家去印象一个新的对本 谢谢 我是东京流行通信的总编 遥远 我觉得呢 就是《知日》这个杂志啊 那个能够在我们北京创开啊 然后呢 就是把这个日本的文化最深层的东西呢 直接展示给这个关系日本的年轻读者 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听到这个《知日创开》的消息呢 都感到很振奋 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知日》杂志的大家庭的一员啊 我感到非常荣幸 希望我们那个《华大学者》呢 能够像我们《知日》这个杂志的名字一样 我们来做到真正的了解日本和津透 《知日》这个杂志的名字 世界上创开 是 chart 国歌 词 championship 国歌 是 出炎 以党 我 以 看 由 哎 一个